嘿,大家早 昨天设备有点问题,没路上 今天呢,现在早晨不到凌晨不到五点吧 今天是一个课表 是总距离计划跑15 课表是先热身2公里 然后之后呢 两分钟快,一分钟慢 这样15组 快呢,大概在 因为我用Stride的抗功率 基本上就在CP,余制功率 然后慢就随意 这个设断有的时候感觉还是挺难的 今天北京风比较大 好消息啊 波士顿马拉松早晨发来了邮件 公布了今年的提挡线,录取线 今年的录取线和提挡线是同样的 就是你只要BQ成绩是真的 都可以入选 因为报名人数没有达到 就是没有超 很开心 因为我的那个BQ成绩肯定是真的 因为去年用那个成绩报上了 所以明年的4月17号可以取博乐了 然后那个 今天进入这个训练循环的时候 可能就不能多拍了 走了,一会儿拐弯到东南拐弯灯光线就不好了 哎哟 好久不好这种短距离的一道通知 还是有些闯的 心里可能得太远六了 马上下一步一分钟的坚持很短 九组刚结束 254的平均功率 就是比预值高一 现在测的预值是253 配速体感在三二级吧 不确定 冬天一直顶封着帽子兜风 行,马上下一组 加油 还有最后一组 上一组 功率255平均 从来没个赛长跟大家派我 最近很想跑着 现在前面就是三银桥 就是进行高速 行,最后一组 加油 快上三银桥 大家看 这个方向就是三银桥 林肯的五点五十 跑完了十五组 两分钟快一分钟慢 然后快就是目前 strike给我测出当前状态的预值 功率253左右 最快的一组257 最慢的是第一组 第一组跟第二组都没有达标 因为前两组刚出来 还有点凉身体 然后这十五组跑完了 是差不多十四 然后长公圆照一圈 今天还是多跑点 今天再跑二十一吧 哇 之前,冬训之前一直在跑 相对长一点的间歇 比较间歇变速 最短的一组也是一千六 或者一千二 在那种距离下 基本上就是 95%左右的预值 就很舒适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一两秒 两三秒的 配速就让你 是另一个感觉的台阶 今天是有点顶 而且今天北京风 有些大家一直在顶棚趴 这个我几乎在顶棚 行 前面这儿是我一般走这个路线 大家看啊 这就是 前面这入口右拐 就是有名的三元礼菜市场 然后我一般就从这儿就 过满路了 然后到燕沙 这还是那路线 老长公园那边走 看看吧 就放松调整一下 看能跑几公里 跑几公里 回家 现在已经14点多了 你看 好 今天 沃尔顿的好消息 开心 有静 一会儿见 凌晨 清晨6点27 训练结束 最后还是跑了一个 二十一点二 看一下啊 一共用时 一小时三十 二十一点一八 平均功率 212 平均快速 417 基本上就是一个 呃 将将破三的平均快速吧 平均行率153 因为今天的课表是 做间歇 间速 前面的十四公里 都是在一个课上 就是两根划一根划的 间歇食物体 呃 所以把平均速度过来拉 最后呢 跑了一样了 呃 从 绕了一圈好运街 从长公园的西玩 然后那个 他碰你大哥 聊了一路 聊了大概有个两三公里的量 然后人家左转 右转 回家 那行 今天训练圆满结束 给大家吃饭 哎 再次 表示一下激动 吼儿端 激动的心情 行 那 回头再见 大家加油 东训